博派的科学家感知器全新回归 今日分享变形金刚电影工作室系列 SS8611号地级别感知器 包装方面 透明开窗部分缩得越来越小 那包塑封更是完全取消 今后的主体和配件都是靠绑带绑在纸板上 一旦拆开不能回合 万幸的是用来绑玩具的纸板并不是背景板 不然真的要骂娘 那包背景板的场景正是86大电影中地球上的汽车人城 感知器同学正是在这个场景正式登场 主体方面 这版感知器对动画的还原度相当高 还原到配色方面甚至令人觉得有些单调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美形度不够 但很难说它不够还原 稍嫌遗憾的是 感知器虽然没有大背包 但背后的空洞却没有遮挡 感知器的头雕平平无奇 比较没特点 主要的细节特点是胸前的透明零件和肩炮的分色 可动方面 感知器的可动能力可以算得上优秀 尤其是肩炮部分 拥有两段折叠结构 而且还有齿轮关节 声音很清脆 手臂根部虽然是球形关节 但很意外的是手感相当紧 不过由于变形结构的原因 大腿中段可以左右摆动 摆造型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调整归位 配套的小枪中规中矩 没太多好说 毕竟感知器的身份是科研人员 没有重火力配置也很正常 那么接下来感知器变形开始 将肩炮根部蓝色部件外翻竖起 头部旋转180度向后 再将头部后翻入内收纳 此时将手臂根部下拉 解锁勾挂 肩炮根部红色零件内翻竖起 另一侧的红色零件也内翻竖起 对其插接插栓 上臂根部旋转180度 将手部翻遮入内收纳 再将手臂沿根部上翻 并将双关节向下Z字折叠 小臂对其卡住内侧插栓 双腿前踢90度 脚尖部分下翻打平 再将大腿根部外撇90度 大腿中段关节则前褶90度 将胸前盖板下翻打平 再将肩炮部分下压并调整角度 感知器的伪装形态是一台显微镜 虽然造型有些科幻 但主体结构还是有模有样 尤其是观察台的透明度 看上去很不错 而镜头部分虽然不清楚 但确实真的透光 另外镜头部分清脆的齿轮手感 也很令人舒适 感知器形态下 武器默认搭载在侧方 但我觉得安插在背后 会更不影响美观 另外将两条小腿翻向后方 再捏住大腿根部上旋70度左右 将小腿对齐插接内侧插栓 再调整一下显微镜的角度 显微镜就变成了一台自走火炮 这个形态下 可以将武器搭载在炮管侧方 增加火力 虽然有些牵强 但感知器勉强也算是三变战士 那么都看到这里了 不想点赞加个关注吗 更多内容持续更新哟